平安羅東的路口 就在凌晨發生了車禍事故 兩輛事故轎車深夜 通過路口都沒有減速 被藍腰撞上的白色轎車失控 還衝撞路旁的民賊 幸好事故當中 兩名駕駛是輕微的擦錯傷 沒有大礙 凌晨時分閃光耗志 提醒駕駛人行進路口要注意 不料還是發生事故 暗夜車禍發出巨大聲響 被嚇醒的居民 紛紛都跑來關心 白色轎車差點就撞破 路旁鐵皮倉庫 幸好兩部事故车駕駛 都還能下車查看車損 宜蘭羅東10號凌晨 有兩部轎車通過路口 因為沒有減速 發生事故 警方貨報立刻到場 該起事故是 已近民眾駕駛自小客車 沿仁愛路二段往南執行 與謝信民眾駕駛自小客車 沿中進路三段往東方向執行 與路口發生碰撞 經檢測雙方九車子均為擬 兩名事故車駕駛 僅有輕微擦錯傷 沒有大礙 至於肇事原因賠償責任歸屬 警方還要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黃芳生 宜蘭報導